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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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工地上 具体的工作是 还是打赏的 怎么又到勤杂工的这个 怎么说呢 这考虑家庭 然后 你结婚了吗 嗯 结婚了 哪年结婚呢 去年 去年结婚呢 嗯 你爱人在北京吗 没有 在老家呢 在老家 有孩子了吗 嗯 有一个小女儿 我就想工地上工资应该高一点 就是说跑出我必要的开支以后 把钱寄回去 嗯 能养家 对对 就是这个思路 明镜与你现在能挣多少钱 在这个工地 现在还在工地呢 是吗 嗯 对 多少钱 工地上是一天一百 一天一百 但是 是做什么呀 打下手那种 但是你今天要找的这个工作 上来之后就说翻译 我想问你一下 你的口语听力怎么样 聋哑英语 纯聋哑 对 几乎没有口语跟听力 没有口语跟听力 因为说 就是背单词 学语吧 没有背过单词 因为就是我 那个时候是自己学吗 严重的依赖那个词典 那怎么翻译啊 嗯 先 也是严重的依赖词典 就是说做翻译的时候 是需要使用词典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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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针对你的情况 给你准备了一些简单的考题 好 来看一下 能不能简单译一下 为什么公司允许他们的员工去穿 那个那个单词我不认识了 然后什么样的衣服 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嗯 然后一些研究表明 人们在生产和 这个单词 和什么方面 对对 关键看后面的那个 好像是生产或者说实现的更多 当他们穿着舒服的衣服的时候 把这话用中文重说一遍 一些研究表明 当人们穿着比较舒服的衣服的时候 可以生产或者那个是实现更多吧 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插一下字典 翻译绝对没问题 嗯嗯 然后再下面一句话 就是说 还有一些公司 对 一些公司也喜欢 这个什么样的 那个单词我就是不认识 然后那个是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就是 陆沿给他一个提示 那单词第一次 休闲 休闲服 然后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去购买一些特殊的服装 用这种方法他们可以去省钱 可以省钱 对 这个算难 不算难吧 这个 对你来说 这个 这个如果进入字典的话 这是小菜一点 进入字典是小菜一点 如果是 就是说这样硬翻译的话 但是您是这样子 你看我小时候特别傻 小时候套我游泳圈的游泳池里游泳 我就认为自己会游泳 后来等小学毕业了才知道 那不叫会游泳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查字典 是不是也可以 查一个生词 咱们就记下来 然后以后越来越 需要查字典的就越来越少了 嗯 可能您对英语学习不太了解 如果说 OK 你说的 你说的太好了 这句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口语跟听力 都没有的话 你很难去记录单词 因为没有语感 是这样的 哦 对小李 读念不出来的 对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第二段音 还有 来 right后面那个单词 我不太 木岩right后面 spot 点或者位置 是的 就是说找到位 找到正确的位置 去好像是速赢吧 是第一步 然后是去 不好意思 后面那个单词 我又不是了 科宾 guaranteing 对 就是保证的意思 就是 对 哦 我明白了 那个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 去送赢 是保证一个 比较好的 夜晚睡眠的第一步 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难吗 需要斟酌一下 这个如果借助字典 也是小菜一点 但是是这样的 咱不能都借助字典 可是就是说 不能您说 就是口语听力 还有单词量 是我第二个阶段的学习计划 说到翻译 陈晓辉是有翻译权的 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国外版权 书籍的买入 买完了之后 他们需要 你们有大量的翻译工作吧 是有大量的翻译工作 但是首先第一个呢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翻译工作在国内来讲 大量的是兼职类工作 就是说专职类的翻译 也是自由职业者为主 就是真正在公司里头 很少有这种专职的翻译的 这样的一个岗位 第二一个 即使有这样的岗位 一般是在一些翻译公司 就是他可能会承接这样的活 这是比较多的 对 那么像他现在这样水平的 普通的这个 可能在目前的大学毕业生 很多其实在工作当中 就已经随手 对 我就说 我把这个提示一下 就是说其实命令 从这个比较简单的翻译来说 今天其实越来越智能化的翻译软件 其实能在快速的时间 基本上能达到现在这个翻译的水平 那么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 就是说翻译软件 永远代替不了人工翻译 是代替不了人工翻译 但可以代替刚才这样标准的翻译 所以这是你不要去跟软件去比的 去努力做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对生命的浪费 小李就坦率说 你的英文确实没有什么竞争力 但是我很惊诧 你为什么特别坚持这个英文翻译 有什么原因吗 就你的所有的志向 都是跟英文翻译有关 就是是理想 因为从04年开始就开始学 那个时候就想着将来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 到现在为止依然是这样 蔡文英得理解 小李她是初中毕业 然后一直做服务员 做这个零工 她没有好的教育机会 学英语可能是她觉得自学 可能最方便的一个 对 你现在翻译过吗 翻译过 你是自己的爱好来翻译 还是给别人翻译过 也翻译过 但是很少 你给别人翻译过什么 一个是航空航电大学的研究生 他关于一篇如故修复的论文 就是只有十几行 再就是 英译和汉译 汉译 是不是她的论文前面的 那个内容简介 对 我的问题是 一 为什么她找你帮忙翻译 第二 为什么只翻译十几行 第三 她给你钱了吗 至于她找我的原因 是因为在网上聊的多了 所以说大家都比较熟悉 至于说 她给你钱了吗 没有 因为大家在网上说 挺合得来的 然后就属于帮忙的那种性质 是什么让你确认你的英语很好了 你是哪个点 让你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在电脑上 就是说平常的时候 上网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向我请教英语问题 然后我都帮他们解答了 另外说 至于翻译嘛 如果说我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对我的英语水平有怀疑 这个我理解 如果说确实怀疑的话 那么线下咱们可以做一个全 全微的全面的测试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意思是 今天你不是来找工作来了吗 命令 对 这些公司里面 大家已经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态度 告诉了你 公司里面不会设一个专门的翻译岗 这个你总听出来了吧 明白 所以我们不是才挖掘你其他的能力 希望你今天来了 别白来一次吗 现在想让他放掉自己对英文跟翻译这个专业的追求 基本上是一个很残酷的做法 因为也许这代表了他对未来生活所有的希望 我这边给你一个小提议啊 其实爱好我们都认同 他给你很多热情很多坚持 不然你不会有这么有毅力 建制学英语这么久 但爱好和能力是你要分开看的 能力是你做的要比别人好的地方 你要在这个职位上去创造价值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的建议是你要从这个根本上你自己的心里绕过这个坎 你那个英文水平我跟你说 连大学一年级都达不到 人家一年级还得能说几句还能听吧 你那根本都达不到 小伙子你醒醒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就说因为他刚才说了 他找工作也是想为了学英文对不对 那你想英文学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你自己就觉得对自己满意了 其实对翻译的标准 我用我自己的标准 然后达到我自己的标准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标准不是你自己确立的 而是社会确立的 是 就像这里头在座的有一个杜子健 杜老师 那么其实杜老师的学历也一般 对吧 然后呢他去研究他的微博 或者是那个网络营销 他研究到了社会认同他的一个水平 这也是自学成才的这样一个例子 好吧 所以他都是坚持 你这个是 你在这一个环节 再说点话给 我想给他留的呢 一直在忍着 我一直在忍着 忍着等 等你在把自己的想法说得清楚一点 我是初中学历 初中以后再也没念过书 我比你更惨 我在监狱里生活过六年 二十年前我是做了六年老的 然后我出来以后 我也是有自己的理想 我说我要当一个作家 我大概也像你一样 我花了六年的时间 真的当成作家了 是中国作家协会的 然后我说我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营销公司 我都做了 但是我在做之前 我会找到逻辑 一个作家要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我是把几个元素都做好了的 但是你第一条就没做好 你结婚了 你如果真的有个理想 能坚持到 像今天这样固执 你就不应该结婚 这是一个错误的 既然你结婚了 你就要对老婆和孩子负责 你现在要扭转过来 我同意杜老师 后面的这句话 后面的 结婚了得养家 养家就要现实 你一定要带上你的老婆孩子 一起来思考你的人生 谢谢 好 谢谢 先一次见 来这位穿蓝衣服的这位姑娘吉利 你替我提几个问题 你替我挖掘一下她 如果没有技能的话 可以说你的品质 就是肯干踏实 这些个也算品质 就是即使你现在没有技能 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 然后再去培养一些个技能 我不知道这样说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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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英文水平跟你的比怎么样 你觉得 我现在本科大四 大四啊 就是开学大四是吧 不是 我是学一的 然后我们一共上五年 我现在是大四 你评价一下她的英文水平 她的英文水平在你一年 在什么水平 和你们一二年级的同学相比 这个水平达不到我们那一二年级的水平 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 对 我觉得这时候啊 我觉得比这个英文水平 好 谢谢 谢谢 没有了 杜老师 对于她来说得下猛药 其实我要讲哈 其实大家要注意她刚才包括讲到的一个细节 她其实不仅仅是在做这英文的翻译 她也没再让挣到过钱 但是在网上其实有很多人会问她问题 她会回答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英文对你来说 是你的一个另外的精神世界 她因为英文这件事情 她和这个社会的其他人 比如说研究生会跟她交流 如果她就是一餐馆小工 她跟社会的另外一个层面 完全没有对接 所以今天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 她是不能放弃英文的 这是让她的生命和生活 有了不同意义的东西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事情 我觉得你就把它保持在这上面就够了 刚才好几个老师都讲了 你真正要去生活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是的 李命林 如果今天有人给你提供 和英语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工作 接受还是不接受 接受吧 你别巴 你别凑合 你别委屈 你别委屈 明森很正的 英语可以作为你的信仰 你可以一辈子都这么热爱它 但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你的职业问题 12位 现在你们要用灯来表明你们的态度 去或者留 选择 两家人的职业留下来 天生我有餐 尹峰 提问 因为我看到其实你的前面的经验你从04年到10年你是有六年时间在餐饮行业 如果是在咖啡之一一个人干了六年他现在起码是区域经历以上了 所以你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技能能够向我展示吗 没有什么技能 比如说你中间有做酒水管理你做的是什么 查账本 然后如果说酒水少的时候哪一样酒水少的时候就对外进行采购 每个月大概有十多万吧 你花掉十多万买这个酒水 但是这个钱不经过我的手 就是说我只是说他那个东西来了以后我在那个单词上签字 你到哪去买这些东西 不是我亲自去的 就是说打电话他就送过来了 所以你只不叫采购你这叫收货 收货 做了一个仓库的接收货的管理是这样吗 嗯对对对 那么在这么多年的餐饮工作里 你有没有在具体的营运岗位上工作过 比如说服务啊 比如说酒水的制作呀 没有他那一块没有自己制作的酒水 这个过程中你干了这么多年怎么没有升职呢 往上没有的可升了 他就是再往上也没有什么职位啊 你前面如果说没有学到东西是因为你也没有用心工作 你在工作的时候在读英文对啊 你还被开除过一次 对 所以呢 你不能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 好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有很多人 比如说一个 这个小超市里边去上货的一个小伙子 他书包里可以掏出一本哲学的书 嗯 那个让他的精神世界不一样 对 但是他该干那个活的时候 全心全意的干 是的 你才能挣到钱才能生活 杜老师说的太对了 好吧 有现实的部分 有我们精神的家园 我告诉你餐馆的技能 我在餐馆的技能 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餐馆打了差不多三年的工 我一个手可以拿六个装了东西的盘子 送到桌上去 不叫别人帮忙我两只手 能拿17只高脚杯 这叫技能 这叫这个职业上的技能 我觉得你要下一步做这个现实的部分 我们必须这样做 好 来一部女生有话要说 我就在最后说两句 我我我所想的 我现在所想的就是说 你现在先把日子过了 先把就是基本的生活保证了 然后把英语当成一个兴趣 或者说你精神层面的自己的一种享受 然后就是第二个是这样 就是说 呃 你哪怕觉得这个事再小再低位 别人可能在别人看来再不起眼的东西 只要你把它做好了 那也是技能 那也是你自己特别优秀的地方 别人比不了你的地方 说的太好了 明白明白 谢谢 来 现在到了选择的时候 小黄老师 我能提一个要求吗 说 就是说 这位女生她好像说她的英语水平很厉害 那么 我能测试一下她吗 你不能 真的 如果说我测试一下她 我会让你看到 就是说英语水平很好的人 在这个态上她暂时也展示不出来 你的目的 不是要用英语把它压过去 我强烈要求 我一定不会实现你的这个要求 因为你找工作 想要证明自己 下取随便 我们的平台是找工作 你的目的不是让她出丑 而是你要找一份工作 不说话了 还有你刚刚这个故事就告诉你 不是你可以改变世界 你要先学会适应世界 现在 赵哥 我们说了很多事情没有用 他可能需要现实的达行 刚才其实有两篇英文 已经让你翻译过了 就是我们是有我们的判断 来各位 不说话了 两位 李命林 是去是流 选择 华裔传媒杜子健留下来 谈钱不相感情 李林 我这没走是咬着牙的 就刚才最失败的 就是你跟这个女孩子对话 我现在告诉你最重要的一句话 人生有想当然 还有理当然 你要追求到理想而不是想所当然 真的我愤怒了 我两个一样都是初中文化的人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跟一个 这是很愤怒的 人家是搬你 给你提供工作 就在我公司的是 大家 月薪是三千 但是我会给你留一个缝隙的机会 每天给你预留一个小时去读言语 继续的事情乖乖的过日子 来自华裔传媒 我要补充一下 在我手上肯定是不好混的 这是跟你明确一点 中的思考 李命令告诉我们 来自华裔传媒 杂工月薪三千 接受还是谢谢 再见 接受 感觉杜子健这个人 他虽然说语言上 可能感觉不那么友善 大家看到心 确实是非常好的 这一点我能感觉得到 毕竟 人家给我的工作到最后 一定努力工作回报人家吧 今天是第一次我们的节目 出现什么局面呢 招走人的老板 气冲冲的 今天我重新认识了杜子健 我觉得他的高度比我高